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我国好几个州属最近就爆发鼠尿病的疫情 先是吉打华林县的拉达巴尤生态公园 就因为传出鼠尿病的案例 从这个月的17号就开始关闭了 再来还有马六甲的中央县一所学校 他们组织的78人水疗团 在这个月初到访野心热水湖之后 其中27个人就出现了鼠尿病的症状 另外还有6名访客也中招 就让当地的鼠尿病患者达到了33个人 幸好目前只有5名患者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算稳定 其他的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已经能够回家了 虽然说鼠尿病的传染来源非常广泛 包括牛啊猪啊猫啊狗啊等等的其他家庭类都会有 但主要的传染动物还是老鼠的 对此马六甲历史城市政厅卫生小组 联合房地部就举办了公主沙滩巴沙的捕鼠运动 只要捕获一只老鼠就获得四令级的奖励 当局表示这项捕鼠运动目标是要消灭巴沙的鼠患问题 以改善巴沙的环境和卫生情况 公共卫生专家就说想要解决鼠患的问题 就必须从食物垃圾的管理下手 流行病学家洛曼哈金医生就告诉英文报星报 他说其实这个世界香港你说要找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角落没有老鼠的 他说很难 基本都有老鼠 不管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 都会看到老鼠的这个踪影 那为什么一些发达城市 像是东京 纽约 伦敦 新加坡的街道上 几乎你看不到老鼠呢 那是因为当地政府把食物垃圾的管理做到位 地面上几乎看不到食物垃圾 所以老鼠就不会跑到街上去找食物了 这名流行病学家强调 除了老鼠 其他野生动物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狗啊 牛啊 羊啊 马啊 猪啊等等 这些都可能会携带鼠尿病毒 而击达的拉达巴又生态公园 之所以会爆发鼠尿病 可能是携带鼠尿病毒的野生动物 在公园里排尿污染了水源和土壤 如果游客的身上还有伤口的话 碰到这些受污染的水源和土壤 感染鼠尿病的风险就会提高 他提醒虽然大多数的患者感染鼠尿病之后 只是出现轻微的症状 但也有一些部分的患者出现严重的感染之后 会导致器官衰竭而死亡的哈 公共卫生医生协会主席在纳阿里芬 他也认同这个说法 他就提醒大家 民众到休闲公园玩水的时候 除了要确保身上没有伤口之外 也要留意有关公园的环境卫生 平时是不是有人打理等等 同时也要注意河水是不是有流动 因为流动的河水 这个病毒的浓度就比较低 至于业者方面 在纳阿里芬他也提醒 除了要确保公园的环境 干净 卫生 业者也应该监测 工作人员和访客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出现 这个鼠尿病的症状 在纳阿里芬的症状